一人吴珊如在北市大安区的咖啡店 在27日下午遭人砸毁 有两名男子走进咖啡厅指名要找吴宗憲的办公室 店员表示并不在这里 两人随即掏出球棒、辣椒水 并将现场的一处直播间桌椅设备砸毁 之后吴宗憲回应女儿吴珊如咖啡店被砸 表示这小事请外界不要过多关注 对于得罪黑道被寻仇的推测 他称全台湾黑道多我好朋友 也否认战务纠纷的可能性 他自称不曾跟人有过节 否则也不会当艺人 此后不会加强电力和个人的防范 此前据台媒报道 3月27日晚 两名男子拿着球棒闯入吴珊如在台北东区开的咖啡店 两人喊吴宗憲还钱 然后开始砸店 警方后续逮捕两人到案 两人共撑 因为看到吴宗憲与网红馆长陈之汉有官司 所以决定出面力挺馆长 警方调查 27日下午时分 22岁的彭 32岁的黄姓两名黑衣人 走进一人无山儒 位于北市大安区的网美咖啡厅 无聊咖啡 一进电力就询问店员 指明要找吴宗憲的办公室 听到店员表示 办公室并不在这里 两人立刻锁定现场一处直播隔间 随即场将直播间的桌椅 直播设备全部砸毁 两人砸毁后也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就分别搭乘捷运往南港方向逃逸 警方在28日逮捕两名嫌犯 讯后依照恐吓回损等罪嫌将两人移送法办 据悉两人在犯案前一起从新北市西指区 搭乘小黄到北市大安区东化南路巷子里的无聊咖啡 犯案后浇铝棒辣椒水等物品气质在附近的巷子后逃逸 尽管两人到案后一开始表示 与店家有纠纷产生嫌隙 得知是吴宗宪的咖啡厅才要找吴宗宪 但是随后又改口不满吴宗宪主持风格 所以才会上门理论 最后更离谱的扯出 因为网红馆长陈志涵 在网络上骂艺人吴宗宪宪 吴宪宪应对馆长提出告诉 并且台北地院在民事方面 判处馆长陈志涵赔偿吴宗宪宪八十万元并且道歉 所以动手杂电的其中一名黄姓范贤 才会出面力挺馆长 找来彭信男子到无聊咖啡厅杂电 警方对此持保留态 将持续追查幕后葬进人下路 综艺天王吴宗宪的大女儿吴珊茹 2022年宣布与交往五年的男友王先生结婚 婚礼当日 宴请400名嘉宾一同宪政 现场宛如演艺圈尾牙般星光翼翼 而向来始终保持神秘的CEO老公 也跟住曝光 小两口的高清婚纱照一世出 老公含星般的颜值 立刻引起众人关注 环游网友发起讨论 吴珊茹的老公P二职 大概有多少引发热议 吴珊茹完成人生大事后 就预计飞往美国和夫家共度春节 不禁演艺圈众星友接连线上祝福 网友也十分关注这场婚事 就由网友在PTT发 文献歌的爱女Sandy中屋结婚啦 同时也公布很多张梦焕的婚纱照 我觉得他老公真的藏得很好看爱 这样的颜值在台湾男生中 P二职大概有多少啊 贴文曝光后引起广大回响 不少人认为Sandy老公 长得像王子秋圣毅 以及韩星恐牛 此外环游许多人直呼 吴珊茹老公在台湾都有明星脸 环游越仍有点像是 吴珊茹的偶像许光汉 不过虽然老公外表帅气 但吴珊茹也越不希望 另一半太长露面 希望能保有印丝 未来可能也不太会放闪 之后两人很快的有了爱的结晶 吴珊茹于去年3月21日生下可爱儿子 之后他在脸书曝光近况 吴珊茹在个人社群平台 感性的分享了他怀孕期间的大小事 提到与原诊所医师长时间的讨论评估后 决定改往国泰医院完成生产 在经国泰医院护理人员的鼓励之下 从生产前的不是导致情绪溃低 到生产时不费任何力气尖叫哭喊 更没有崩溃爆炸的情绪 而是顺利的将孩子到这世上 这段温暖的故事 他想表达的只有感谢 在尚未转诊前 吴珊茹大力称赞 原先选择产检的诊所诊断过程中 好几位护理师都专业又温暖的照护着 有时因为情绪而默默落下泪来 也都感受得到他们努力让我冷静 尽量减轻我的不是 原定会在原诊所生下小初一的Sandy 因为某些身体因素 跟诊所的小李医生 经过长时间的密集讨论后 最终决定改到国泰医院完成生产 转到国泰医院生产后 Sandy一开始的心情相当忐忑 提到情绪溃低那段时间诊断过程中 好几位护理师都专业又温暖的照护着 有时因为情绪而默默落下泪来 也都感受得到他们努力让我冷静 尽量减轻我的不是 内文透露即使身体不是感到低落 护理人员也都会安抚他 理解他 更直言医生坚定的眼神语气 都让他相当放心 小初一问世后 Sandy表示 原本非常非常顺利的前期与中期 到后期有了些碰撞与颠簸 生产这一路的波折 幸亏遇到有温度的护理人员 让他心中只有感谢并写下 但我想特地表达感谢 就是因为单纯完成工作 并不会让人感觉贴心 他们每一位付出 传递了深刻的贴心与呵护 就算只是多做了0.001分的努力 我都想好好感谢他们 让我第一次的运气 产成 产后都平平安安 在社群平台贴文中 Sandy晒出他与宝宝小初一的温馨合照 照片中Sandy用以充满爱的眼神望向小初一 粉丝纷纷送上祝福留言鼓励 希望日后母子居能幸福 平安 结婚两年的他 透露和老公之间没有特别区分有谁掌管家中经济 购入家中物品时都会经过商量后再买 不会特别介意谁花钱 他坦言夫妻之间也会有发生争执的时候 但不管事件大小都会在当下和对方说清楚 不会冷战也不会大声争吵 谈到自己的地雷时 他笑说地雷都跟食物有关 其中最受不了的就是肚子饿 老公为了避免他生气 现在都会抓准时间带食物回家 相当懂得讨他欢心 此外他也坦言不能接受分食的行为 老公过去就曾不小心踩雷惹怒他 大家就各吃 各的啊 为什么要挖我的饭 在食物上 我真的没办法退步 有计划推行第二本书籍的他 透露新书风格和第一本截然不同 内容包括校园霸凌 家庭暴力 疾病等人性黑暗故事 故事取材自身边有人经历及亲眼所见 我的编辑们看 到书稿后都爆哭 悲伤的情绪都延续蛮久 害我有点紧张 会不会跟上一本落差太大 新书何时会出版 他笑说等他完成最后的一万多字就行 其实去年八月就有计划 但我当时还没完成 只能一直滴雷 眼见下个月又是八月了 吴宗宪近日在透露友谊退休 吴珊如笑说 他想退休这件事 大概从2011年就开始说了 但现在他还是坚持岗位 持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美好的作品 他言语 吴宗宪几乎每半年就会喊说要退休制造话题 是否有感觉到爸爸的体力不如以往 他笑说吴宗宪现在个性很中二 有时候会小小的偷懒 也会抱怨不想晒太阳 但只要遇到喜欢 有趣的题材都还是会积极参与 吴珊如在聊天过程中 还手度公开与另一半相置过程 两人还开玩笑越觉得很可惜 因为彼此都是莫诺过绯闻就突然结婚的艺人 Sandy表示自己话多又爱聊天 所以在教会主动认知老公 某天对方突然向他告白 他则今时一个月才答应交往 整条路都是我曝好的 当然要假装一下再准备出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